前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Spring Cloud的阿里巴巴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Spring Cloud的阿里巴巴里边的第一个组件 Narcos 我们使用Narcos呢,后来作为我们的注册中心以及配置中心 我们先来看Narcos的第一个功能 将它作为注册中心 那么以后呢,只要有微服务上线 就会将它自己注册到我们这个Narcos里边 我们使用Narcos来做注册中心 那该怎么使用呢 所有的Narcos的使用的这些例子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官方文档里边 Spring Cloud的阿里巴巴里边 在这儿有演示demo里边 这儿有Narcos作为注册中心的例子 这个Narcos Config呢,是Narcos作为配置中心的例子 那如何将Narcos作为注册中心 好,我们先按照这个官方文档来看 那要作为注册中心 我们呢,首先根据文档 第一步,想要导入一个Narcos Discovery Starter 它功能呢,就是将我们这个微服务 注册到我们注册中心中 包括呢,从注册中心中发现其他微服务 那么这个依赖我们来复制来 由于每一个微服务后来都需要注册到注册中心 而且呢,我们将Narcos的整个依赖管理 我们放到了Common里边 所以呢,我们将服务注册发现功能的依赖呢 放到我们这个Common里边 好,我们将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呢,其他的各个微服务 就相当于拥有了服务注册发现功能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我们的这个Cupon 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呢,依赖了我们这个Common Common呢,引入了Narcos Discovery 它呢,就可以来帮我们进行服务的注册发现 好,这是我们第一步就做完了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文档 引入了我们服务注册发现的这个依赖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给我们微服务的配置文件里边 配置我们Narcos服务器的地址 也就是注册中心的地址 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没有Narcos服务器 这Narcos服务器呢,我们在下边 我们想要把我们服务注册了注册中心 我们现在有一个注册中心 那我们Narcos呢,是做了一个中间键 我们这个Narcos Server 我们呢,可以直接来将Narcos Server先下载下来 好,我们来点击下载 下载呢,我们就来下113版本呢 我们主要下载ZIP压缩包 好,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注册中心呢,我们就下载完了 我们可以来直接打开 这个Narcos呢,我们可以装在我们的Linux上 当然我们现在呢,为了方便 我们先来在Windows上运行 我呢,先把它整个解压到我们的桌面 好,立即解压 我们发现呢,桌面上呢 现在就有一个Narcos 这就是我们注册中心服务器 我们直接呢,点进来 我们在BIN里边 我们可以直接双击startup 那我们的Narcos注册中心就启动了 好,我们会看到呢,这有一个地址 192 相当于是我们本集的8848的端口 那相当于呢,我们要做第二步 那每一个微服务想给注册中心中配置 那就需要在配置文件中指定注册中心的地址 那么如何指定呢 我们在这一块官方文档都已经说了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来看Narcos注册中心的这个实例 好,那第二步呢 需要配一个Narcos Discovery服务器的地址 来指向我们本集的8848 因为我们在本集刚启动了一个注册中心 好,那我们呢 就在这儿来修改一下 我们呢,叫Narcos Discovery Server ADDR 好,那就是它 它呢,我们来写我们本集地址 127.0.0.1冒号8848 这是我们Narcos注册中心的地址 这是我们第二步,我们就配完了 然后呢,接下来第三步 我们呢,接下来就可以将我们的服务 注册到我们的注册中心 我们只需要使用这个注册 来开启服务的注册与发现功能就行了 好,我们将这个注册呢 复制过来 这个注册其实是我们以前 用我们的Eureka也需要来写的这个注册 比如 好,我们呢 写了一个这个注册 叫开启服务的注册发现的这个客户端 开启我们这个客户端 服务注册发现功能 然后呢,我们这个服务就能注册到注册中心了 那我们可以来启动测试一下 我呢,直接来启动我们这个服务 当然要启动之前 由于它要把它自己注册到注册中心 我们的NACOS注册中心先得启动 那启动起来 那启动起来 我们怎么看它注册到注册中心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来 既然我们是8848端口 那我们就访问我们当前主机的8848端口 那8848端口呢 我们还需要访问一个路径 叫NACOS 好,这就是NACOS注册中心的可视化界面 那登录的账号名密码默认都叫NACOS 好,先开发环境 直接用默认的登录进来 如果注册进来了 我们在这儿呢 看到NACOS这个注册中心控制台 会有这么几处 第一个是配置管理 是它作为配置中心的功能 第二个是服务管理 作为注册中心的功能 当然NACOS也可以做集群 然后呢,我们来看服务管理里边 服务列表 如果注册进来服务 那服务列表里边就会有东西 发现呢,现在这一块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没有服务 用咱们这个NACOS注册进来 我们每一个服务呢 想要注册 我们这个注册呢 现在是开启了 其次,我们要为每一个服务 起上它自己的应用的名字 application name 这样呢,我们才能知道 注册中心中注册了哪个服务 这就是当前服务的名字 它呢,以后在注册中心中 就使用这个名字注册 我们现在来重新重启一下 相当于呢,我们只要启动了NACOS注册中心 我们只需要配置两个 一个是注册中心地址 第二个是我们当前服务名 也就是我们的模块名 接下来呢,使用这个注解 开启我们这个服务注册发现功能就行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进行测试 刷新 哎,我们发现呢,这个鼓励mail 卡本,现在呢,就已经注册上来了 而且呢,健康实例数1 相当于呢,现在有一个可用的实例 包括点击详情 我们都可以看到 在我们本机期间端口 现在呢,有一个实例 哎,现在已经正在运行 在我们服务列表里边 将会列出所有的运行的实例 同样的 以后要有更多的服务 想要注册到我们这个注册中心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要启动我们这个注册中心 我们刚才呢,已经启动了 接下来,比如另外一个服务 还要注册进来 我们的member要注册进来 怎么注册呢 还是我们刚才的那么两步 第一步来写配置 配置呢,主要配置上 我们Narcos的地址 Narcos注册中心地址 Spring Cloud的Narcos注册中心地址 这个地址呢,我们来指定 是本集的.0.01.8848 第二步来写上我们当前应用的名字 ApplicationName 是Spring下边的ApplicationName 当前应用的名字是 鼓励mailMember 然后呢,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注解 开启服务的注册发现功能 好,一个注解叫EnableDiscoveryClient 好,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启动我们这个服务 我们服务呢 就会自动注册到注册中心 好,我们现在呢 就看到这个服务呢 正在启动 好,这一块呢 启动完成以后呢 我们来刷新注册中心 发现呢 Member服务现在也进来了 那某一个服务想要启动多个实例 这一块呢 就会有多个实例的显示 这个呢 就是我们Nakos作为注册中心的功能 简单总结呢 就这么几步 首先呢 我们必须下载Nakos这个服务器 把这个服务器软件下载来以后呢 我们来启动Nakos服务器 用默认的Nakos Nakos进行登录就行了 以后的微服务想要注册进来 首先呢 引入依赖 既然现在所有的依赖 我们都引入到common中了 那以后所有的服务 其实就可以不用引了 因为他们都依赖了common 然后呢 第二步 配置上Nakos注册中心的地址 然后第三步 然后再来开启 我们服务的注册发现功能 当然 注意的细节就是 每一个服务都应该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样呢 才能注册到我们注册中心里边去 那想要注册更多的服务 都是这么 一二三四步 那现在服务呢 都注册到注册中心了 那下一节课呢 就可以测试 我们这个远程调用 服务之间互相是否能调用